这个镜头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这是2012年的美国科幻电影《超级战舰》的经典片段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超级战舰》这部电影是绝对的爆米花烂片 但这样的战猎剑骑射画面是很难不让大剑巨炮爱好者心动的 更何况电影中开火的还是传说中美国大口径剑炮的巅峰之作 16英寸三连装马克7剑炮 虽然一阿华四姐妹现在已经通通变成了博物馆剑 过上了一样天年的好日子 但这些年围绕着马克7剑炮却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例如在马克7开火的时候 剑体会不会因为巨大的后座力而横移 马克7和46厘米三连装炮比起来到底哪个更胜一筹 一阿华和大和号的宿命对决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马克7三连装炮的那些事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由于蒙大拿吉胎死腹中 马克7基本上算是一阿华级的专属武器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1938年设计一阿华的时候 闹出了一个大乌龙 而马克7就是这个大乌龙的产物 当时负责设计一阿华级炮塔的海军军械局 和负责设计船体的建造与修理局 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由于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 一阿华级需要对吨位控制在四万五千吨以下 为了解决大姑娘的体重问题 这两个部门凑到一起开了个会 研究怎么在不超重的情况下 建造一艘超级战力舰出来 开会的时候 军械局的工程师们拍着胸脯 向建造与修理局展示了一个新的轻型炮塔 可以将50倍径的炮管塞到老的45倍径炮塔里 根据造船厂的估计 仅此一项就可以给一阿华级减重785吨 建造与修理局那边一看 这个设计不错 就兴高采烈的拿着这个轻型炮塔方案的图纸 回去修改自己的船体设计了 然而问题是 军械局的这个轻型炮塔方案 其实只是一个初步概念 并不是他们正在研制的真正炮塔 他们正在设计开发的炮塔 炮作直径要比这个轻型炮塔方案大上一圈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 美国政府还不流行用群聊讨论军事机密 缺乏沟通之下 这两个部门在一阿华的整个设计期间各干各的 居然在一阿华的生产稿通过审查小半年后 才发现自己闹了个大叫化 美国海军总委会收到这个要求 气得真骂娘 当场怒喷军械局缺乏常识 于是为了保住饭碗 军械局加班下点 迅速实现了一种 更小更轻的火炮方案 而这门赶工出的火炮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16英寸50倍径 马克7三连装炮 由于尺寸和重量卡得很死 新的炮塔马克7炮塔在体积上 与南达科他上的45倍径炮是大致相同的 但由于马克7的炮管更长 炮塔内部的空间变得更小了 因此炮塔更加难以操作 这也算是马克7为数不多的缺点 在炮身方面 马克7的炮身总长度为20.32米 采用了经典的铜锦结构 整个身管由一根内管 三个套管层层叠加而成 炮塔还进行了镀铬处理 以延长炮管寿命 每个马克7炮塔上 安装着三门独立的火炮 不但每个炮管都可以独立升高 使用任意的高度组合进行射击 每门炮也都可以独立装填和发射 在许多的影片中 我们都能看到 在开炮的几秒钟后 马克7的炮口会冒出一小团白烟 非常的可爱 这是因为所有的马克7火炮 都配备了空气吹扫装置 防止没有燃烧充分的火药颗粒 倒灌进炮塔内部 引起火灾的风险 在射弹方面 马克7发射的主要弹种 分别为马克8穿甲弹 马克13高爆弹和马克14高爆弹 其中对舰攻击时 主要使用马克8穿甲弹 这枚炮弹重达1225公斤 是当时美军所有战舰的炮弹之罪 赋予了它非常强悍的水平穿深 在27公里的距离上 马克8型穿甲弹 可以轻松击穿 380毫米厚的垂直装甲 169毫米厚的水平装甲 而这主要是由于 马克8的超重弹特性决定的 在后面和大核号上的 460比较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分析 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除了上面说的 这几个常规炮弹 战后的美国海军 还给马克7配上了 马克23海地核炮弹 这枚炮弹的重量 虽然只有862公斤 但它的爆炸当量 高达1.5万吨 远超任何一种常规高宝弹 考虑到十字路口行动中 一发2.2万吨当量的核弹 就可以对500米内的 内华达等战舰 造成严重损坏 如果被马克23 直接命中的下班 恐怕整艘船的上层建筑 都会直接蒸发了 当然 如果说炮管和炮弹设计 只是雕虫小技 核炮弹又显得 用力过猛的话 那么这套当时 最先进的火控系统 让马克7真正拥有了 问鼎世界最强主炮的能力 由于当时的电子技术 仍然非常的原始 这套火控系统非常复杂 它的核心是 马克8火控计算机 使用全电动计算方式 可以整合马克38射击 指挥仪上的光学测距信息 SK雷达传回的雷达测距信息 同时获取目标的方位 距离和速度 连接马克41陀螺仪 获取全件的晃动信息 对火炮进行运动补偿 最后再综合风速 风向 气压 空气密度 以及火炮状况等弹道细节 计算出目标射程 火炮仰角 修正等炮术细节 对当时依赖人工手动计算的 日本海军来说 这套系统基本上 是降维打击的存在 因此 不论是从服役时间 还是整体性能上来说 伊阿华级上的马克7 都是世界最强大口径舰炮的 有力竞争者 甚至可以说 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力舰火炮 当然了 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我们都知道 大河级上安装的460毫米三连装炮 口径比马克7的406大多了 你怎么能说 马克7是史上最好呢 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门炮放在一起 进行一个详细的比较 看看这两门炮到底谁优谁列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解答一个问题 那就是战力舰在全弦侧射击的时候 是否会发生侧倾 甚至是侧向移动呢 答案是不会的 战舰的主炮开火时 火炮的后座力是均匀分布在炮塔基座和舰体结构上的 而一阿华这样4万多吨的巨舰 重量实在太大 根据动量守恒定律 火炮的那点反冲 根本无法让它有可见的移动 当然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 我看很多电影里 战舰在开火的时候都会有侧向移动啊 甚至是一些历史照片里 我们可以看到火炮朝向的一侧 有巨大的波浪产生 看上去就像是战舰被火炮后座力推向了另一侧 但实际上 这些要么是电影的视觉效果 要么就是炮口的超压造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是1987年的 密苏里号全弦侧开火时的俯拍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尾流并没有侧向移动的痕迹 首先从口径上来说 大和号上的94式舰炮 是世界海军史上口径最大的舰炮 而一阿华上的马克7则要差了一个档次 在对舰战斗的时候 大和号会使用91式穿甲弹 或者1式穿甲弹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大概也就是一点火力 一点命中的差别 因此在威力方面 基本上可以一视同仁了 由于46厘米三连装炮的数据 对于日本海军来说 属于绝密当中的绝密 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战后的测试 来大概估计它的穿透力 根据美军的测试 在0米的距离上 大和号的46厘米主炮 使用穿甲弹 可以穿透864毫米的均质缸 略高于马克7的829毫米 而在常见的战列舰交战距离上 在20公里的距离上 大和号主炮的水平穿深 为494毫米 垂直穿深为110毫米 而到了30公里 这两个数据就变成了 360毫米和190毫米 与之相对的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马克8穿甲弹 在22.8公里上的水平和垂直穿深 分别为441毫米和131毫米 在32公里上则分别为329毫米和215毫米 由于缺德的美国人用的是万恶的英质单位 不好直接比较 因此我们还必须对这些数据做一个拟合 根据我们的估计 伊阿华在20公里上的水平和垂直穿深 分别为483毫米109毫米 在30公里上则为349毫米195毫米 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在中远距离上穿深差距非常的小 在垂直方向上更是如此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 46厘米的91穿甲弹虽然在重量上 要比马克8穿甲弹高出一截 但出速略低 弹道也比较低 这又导致了空气阻力对炮弹的影响更大 飞行阶段消耗的能量更多 速度也更慢 1460公斤重的炮弹所带来的动能优势并不明显 因此造成了虽然大核号射程更远 炮弹重量更重 但在中远距离上的穿透力上 只能和伊阿华号上的16英寸炮打了个平手 此外 马克8穿甲弹在设计之初 就是专为中远距离吊射而特别优化的超重弹 弹道更高 精度更好 末端能量更大 对低剑甲板的穿透效果也更强 这么一看 46厘米三连装炮的劣势就很明显了 一方面更大更重的火炮 并没有给大核号带来足够的提升 根据美国海军驻日本技术代表团的报告 即使是放弃了复杂的液压安全连锁装置 大核集的一个炮塔也有2500吨重 由于全靠船员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可以说46厘米三连装炮的可靠性不足 西部沿海战时 武藏号的30弹在炮塔内爆炸 可能也与此有关 然后就是涉及精度的问题了 大核号的散布数据 我们不得而知 但考虑到萨玛岛海战中 大核号曾多次命中 甘比尔湾号和约翰斯顿号 同时在32公里的距离上 跨射白平原号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在理想条件下 460的射击精度相当不错 至于伊亚华那边 由于配备了雷达制导 和电子机械联合火控系统 在夜间阴雨雾霾 以及高海矿等条件下的 综合命中率 想必是更胜一筹地 但如果说双方都在晴天 平静海面的情况下进行比较 这个事就变得比较有意思了 根据1944年7月 美军发布的一份报告 一艘伊亚华级战列舰 向27公里外的另一艘伊亚华级大小的目标开火 其命中率只有1.4% 我们有理由怀疑 对于高炮弹道的火炮来说 其精度问题已经不是火控系统能解决的了 因此 我们对二者射击精度的结论是 在中间距离上 马克七会因火控系统受益很大 而在远距离上 火控系统带来的精度提升 就没那么明显了 射击精度会降到和大和号类似的水平上去 最后我们来谈谈 炮管的寿命问题都不用我说 想必大家心里也有数吧 这是马克七的一大优势领域 马克七的炮管经过镀铬处理 其寿命显然更升一筹 而46厘米三连装炮的炮管 由于设计原因 在更换内管方面比较困难 对于后勤来说 并不是太优好 虽然比较地域笑话的是 大和和五脏 基本上是一战而沉 没有什么换炮管的必要 但是如果非要说换的话 那还是能换的 原定的大和级三号舰信农号 虽然改成了航母 但炮管已经造出来了 这九根炮管 也是后来美国获取 测试数据的主要来源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在远距离上 大和上的460聚根 和一阿华上的马克七 估计是半斤骂俩 而在中间距离上 一阿华则有着火空系统的优势 大和的炮虽然更大更重 但一阿华的马克七 在综合实战效能上 更胜一筹 毕竟有位古人曾经说过 只要打不中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的各位 不妨点个赞再走 如果有不对 或者不准确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指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尾 请不吝点赞尾